字幕 李宗盛 來到夏天又怎可以不談談度假風的穿搭呢 所以今天我們就做一個度假風特輯啦 第一套的穿搭是一條比較簡單casual的連身長裙 相信是每一個女生衣櫃僅有一條單品來的 如果嫌她的胸口位太低 可以在裏面穿多一件小可愛 那就不怕太性感啦 因為連身裙那麼簡單 所以可以在裏面配上一個花鳥小小的手袋仔和帽 看下去就不怕太單調啦 第二套的穿搭是一條女神風的雪紡長裙 雪紡長裙有氣質之餘還要很薄 穿起來就非常之涼爽的 背脊後面是一個一個蝴蝶結組合而成的 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通通老背設計款 再配上一對比較誇張的民族風珍珠耳環 和簡單的鎖骨鏈 感覺是不是高貴好多呢 之前我都介紹過這對我超級喜歡的高跟鞋 它不單止穿到雙腳很白 而且腳形都很好看 襯衫一流的 說明是度假風特輯 當然是不少得民族風的長裙 其實我是偏好灰啡顏色的衣服 逛街的時候都特別容易被這些衣服吸引著 對我來說這些衣服的顏色穿起來特別顯白 這次我就在頭髮花了一點心思 在頭頂簡單地紮上一條三手邊 再加上有染髮 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最後一套就是顏色比較鮮艷的連身短裙 看到這麼鮮艷的顏色心情都令色好 在腰間加腰帶可以令到你的腰身更加明顯 而且腳的比例更長 大家經常以為我好像很高 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秘訣 如果大家想看我們去曼谷玩了什麼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拜拜